是来自于人民网的关注的一条微博 咱们读诗经常听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的一些诗句 咱们通常认为说是 描写的是夫妻的誓言 意思就是我要拉着你的手 和你相伴到老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解读 而事实上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约定 大意就是我们要互相的扶持 要活着离开战场回到家乡 平安到老 那么还有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咱们说的也不是说一日不见 好像是过了三年 而是说两个人一天不见 关系就已经疏远了 另外所谓的一人在水一方 这儿的一人指的也不是咱们常认为的女子 而是指西州名城垂吊渭水的江太公 是不是被惊到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解读 这些都是著名诗人赵缺的理解 如果真如赵缺所说 那咱们以前学的语文 岂不是都是体育老师教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